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年的维甲联赛中总共是有12位世界冠军登台亮相 尤其是在主将台上已经是越来越多的出现了世界冠军之间的对决 这也使得我们今年的维甲联赛是格外多了很多的看点 今天我们的明居经纪将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场新老世界冠军之间的对抗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去年维甲冠亚军的对决 一方曾经是七次夺得世界冠军的老大哥 重庆银行队的主将古力九段 而另一方则是今年刚刚加冕LG杯世界围棋棋王赛 棋王的90后新锐贵州百灵的主将十月九段 在去年年底进行的首届CCTV贺岁杯的比赛中 那位平旗上形容两人是上山猛虎遇见了猛虎下山 当时是十月站上了古力捧得了首届CCTV贺岁杯 今天这两只猛虎又在维甲联赛的赛场上 主将台上又相遇了 那究竟是古力能够报一箭之仇 还是十月没开二度呢 接下来我们就请世界冠军罗喜和九段和球单云二段 为我们揭开谜底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就为您讲解 2013年经历智能手机杯中国维棋甲联赛的第二轮 是由两个非常重量级的队的对抗 一个是重庆银行队的主将古力九段 另外一位是贵州百灵队的主将石月九段 那么这两位都是鼎鼎大名的世界冠军了 而且这两个队也是在维甲联赛当中 一直以来是处于长期对抗的位置 那么当然重庆队它是拿了很多届的冠军 那么贵州百灵队很遗憾 它是没拿过冠军 但是一直处于第二的位置 我想它是心有不甘的 所以今年要卷体值 特别亚军了 是的 今天我们很有幸请来了罗喜和九段 为大家做讲解这盘棋 这盘棋鼓励是黑棋 是的 这个石月跟鼓励 他们之前也是应该有过很多次对局 我印象当中 就是之前我们中央台也是举办过那种比赛 是他们两个人下的 结果那次是石月战胜了鼓励 我不知道您印象当中他们两个人对局是什么样的 他们两个 鼓励是拿了六个还是七个石月冠军 石月是刚拿了一个 但他拿得晚肯定是状态好 是这样 鼓励最近是把所有的比赛的那个 我刚拿了一个阿亨同山快起菜的 前阵子都一直陷入叫无冕之王的状态 鼓励他是守的这个 是在这 然后而且拆了这个 在这 因为最近可能比较流行的下巴 罗老师他想鼓励大概也会下那个 没想到这盘棋呢鼓励改变了一下风格 他在这守了一个高效 很多时候都是走照或者走照 就这个呢 实际上 也有很多学友愿意下 就白的 大家可能以前教科上会说 这个不管哪个手脚 这个是要点 对 但现在呢 因为棋的理论各方面都不一样 现在大家都选择走下面的比较多 那这个为什么要走低的不走高的呢 如果说走高的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黑的同样是链片 那以后白的拦过来 就感觉上 好像高的拦过来 比低的拦过来要有力一点 有力量 显得更好一些 但是其实也不见得 因为接下来呢 比如说在这 那白的下一手可以跳可以飞 飞的话以后下一步 就碰一个是个好点 就黑的要是虎 就如果没有这个飞呢 那么黑的可以虎了力 有这个飞就被白的拐住了 对 拐起来了 正好 所以飞了以后呢 黑的要是跟着硬 好像白的还挺舒服的 那白皮 白皮 那么这个如果再高的呢 黑的要冲断 哦 是这样 因为它冲断 它这个长是先手是吗 长 有鲜味吗 对 长 然后马上这要飞下来 嗯 这地方 这个飞一个 白皮如果这样冲 已经眼看了就气不够了 白的小尖 抢这个头 它飞下来 冲 冲 走这 断掉 黑皮立下来 是这样吗 嗯 上面收不住黑的气 对 底下呢 比如你煎一个 你挤一个 就尝不出气来 对啊 只好差一气了 现在已经被杀掉了 这个变化不多 这个 嗯 这两边都是差一气 是的 那么 这个气要是不抢的一头 嗯 那就是飞 飞这个 飞人家靠船 那有个断点 对啊 就说 嗯 有走在这儿的不好的地方 嗯 所以很多人都选择走在下面 啊 还觉得走在底下 再拆二还舒服一点 是吧 对 因为以后这个飞起来有关系 对 但走在下面呢 以后黑气点过来 是一个很常见的想法 嗯 点这个的话 白气要挡吗 对 它就压住 再靠压 就黑的可以这样来扩张 就 掐以后 接不去就变大了 这样的话 是这样 嗯 那么实际上鼓励是走的低位 拆底下 拆底下 说句实在话 我觉得不是很好 嗯 总是拆高的了 嗯 而且 你看拦过来的时候 我这点过来才有意思 嗯 高的扩张模样 对 是的 那低的的话 就我也 对于它的意图 我不是很理解 我觉得是有点问题 嗯 这以后 如果拆低位的话 白气如果要轻松 它是不是容易一点 比如说正在或 白天就要先踩二 然后再飞过来 嗯 这个字也帮不上什么 高的和低的 那你要点过来 这个就差多了 就以后人家有震 嗯 你要是继续扩张的话 就 我觉得没什么 会便宜的可能 就是它想 走点失控吧 嗯 不太明白 它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样的 嗯 就它唯一的就是说 它计划好了 走这以后 要立下来 嗯 这可能是它的计划 对 如果说拆高的话 这棋是不是人家挂脚 不太会立下去 那你可能也是拆的 但是这样才靠过来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嗯 扳 推气长吗 扳 还是扳一个 扳打 现在接上来也难看 反打 哦 提掉 吃 接入 嗯 如果像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搞得好 这一棋 对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说人家拆二 你得赶紧扩张了 不然 不扩张的话 是不是就来不及了 一会儿 嗯 就是说打吃的时候呢 嗯 打这个 断打 打这个 打这个 那么黑棋 黑的呢 这样的提也是属手 对 我说什么要提 就接住 像 让白的立 嗯 就可以跳一个 嗯 白的再打这个 那还不提 还得接上 嗯 就是说 以后是单段 以后要走的话 嗯 就是说这个提 跟它交换成这样的话 对于 在里面走一个 这个纸挺有用的 是 没错 这两个纸 它不见得 一定要一样 嗯 非常管用 那么 如果 白的要不拆 白的也可能跳起来 是 跳这个 但是 它跳一个吧 哦 如果说拆高的话 吓成这样的话 它就给它 对 对 对 它就飞一个 但这个黑的也不太怕 这样的话 那也 就高以后 低的也 也不见得 那个 就它拆低的 跟这个肯定是 有它的想法 当然说 我没有问过它 我不是很那样 很清楚它的想法 很清楚它的想法 嗯 所以 但是它现在也没有继续扩张 它就接着去 因为它那个是低的 它就没有继续扩张的心情了 这你总是有个好点 是的 是的 嗯 所以刚才为什么罗老师一起强调 要它拆高的 就是怕人家震影的 现在黑器在这边挂脚 然后白起跳 这很正常 嗯 黑器挺 继续挂脚 拆回来 对这左边的黑的能走成这样 应该还比较满意 嗯 但这个最后一个大厂被白的站去了 嗯 黑的要走就这么没的话太无聊了 对 有点有点无趣 要是点怪的话呢 因为这个是低的 也意思不大 嗯 所以黑的现在想要怎么打开一下局面 对 好像整体觉得这个因为布局嘛 大厂都站的差不多了 现在看起来 就剩这两个脚没手 这个是个很简单的布局 还实际上 好像这个棋就都已经大致定型 就进入战斗了 是 但觉得黑棋是不是有点 这个仙着效率没有很体现出来 我觉得要贴物 整体来说 觉得有点费劲似的 反正还早 还打入 打入这个棋 当然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想法 哦 他想吵起战斗是吗 嗯 因为要战斗的话 只有这一棋子 或者打入在这儿 这地方是打入不了的 这一棋子太假了 要再围的话才普通 嗯 就是说 要自己围的话 因为白的这儿也打入 这儿也打入 嗯 就是要自己围控是很费劲的 嗯 所以打入比如说 左左你要跳一个 我再围那就合适了 嗯 所以他打入想把白的两块分开 嗯 这普通的话 白的是压住的 如果压的话 黑起在这一代 一般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比如说黑起斑 嗯 斑也给它断掉 哇尺吗 哦 是 哇尺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想法 单长一个 就把它拐打 哦 这上面打一下 把起接上 红一个 打过 嗯 打过 像黑可以选择脱线 点这个33是很大的 嗯 可以考虑点33 哦 非常巨大的时空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白的上面被黑的便宜了很多 里面呢也没走到什么东西 嗯 白的不太愿意 嗯 不想让黑起把它压迫到底下去 嗯 嗯 非这种东西呢 嗯 黑的可能就去做活了 先点一下 点一个白起 可以挡住 是吧 嗯 嗯 担住 担这个 嗯 它长 爬回来 这个活得很舒服 活得这么大 这个舒服倒也是 不见得很舒服 拖一次 哦 这扳 它断了 从这扳出 扳出来了 嗯 所以它只能扳外面 但活得还可以吧 哦 我觉得活得挺舒服的 白起外面挺薄的 我觉得 是说白的实战的下法下得比较温柔了 对 就震了一个 对 就是一种缓攻 缓攻 嗯 就争取通过把你的形状破坏 来慢慢的进攻你 就不让你有眼味 对 就是说 宽攻也有 对 可在变 嗯 它 我觉得白起最想要的呢 就是说刚才本来不是跳 跟你交换嘛 现在最好是通过攻击 我跳的时候 你就往这儿跑一个 然后我能往那儿下去 黑的实战飞 嗯 反正其实 要是踢得好 可能又怕黑的 哦 它挡下去了是吗 它不是往外面跑的 嗯 当然挡下去了 可能性有 当然不见得会挡 有可能它还是像实战那样下 哦 还是跑一个 挡的性不太大 所以可以 但是它爬 爬的话 怎么可以去退 嗯 它要飞 可以去跳一个 嗯 那它可以考虑 在这儿挂进来 或者点进来 对 是的 因为那儿刚才 扎钉别近 距离很宽 中间隔了五路呢 那儿还差一走 还挂了 黑的是普通走在这儿的 是啊 扎钉完了以后 就这不起 显得很大 嗯 虽然我那地方 被你打掉了 但我这个打路 能走到这个 就是说 军面 白的也还可以 对 那么实在 黑棋下了一个 靠 这儿 靠一个 可以说是 这地方呢 也是常用的手法 它冲 这肯定要冲 断掉 然后白棋 尝对了 就是先把黑棋 下成鱼形 然后白棋打吃 这样 这个打吃的时候 黑棋这个子 能跑出来吗 能跑 这个 蒸不掉 对 白棋很明显 这里有个影针 是蒸不掉的 那 蒸不掉的话 如果你要蒸 它跑 对啊 你再打 它再打 然后再尝 白棋再打 再打 那打完了 怎么办呢 上面还得补一个 对啊 还得接 接吧 那就 那这个 虽然说把这个子吃 在外面吃 是 所以白棋 如果说黑棋跑出来的情况下 白棋应该不会这样打 白棋就打这个 打这个 黑棋长 接住 白棋粘上 拐 拐一个 你要斑的话 都有可能霜都有 霜在这 这个霜也挺厉害 下一步要飞进脚 在这 这个白的气也很厉害 是 那么白的 既然都不能打 那就这个 单粘 应该是单粘 还有可能靠压 靠压的话 黑棋要拐出来吗 因为单粘的话 黑棋可以小剪一点 连着 对 现在的白棋 白的 有小弓这块 这里可以靠这个 对 它走不动 在那边 冲 它冲 就不能再扒了 就一些 扒了被一段 就封不住 就好从中间 被人家冲破了 那么白的 这个也不行 可以 就是白的 还有可能靠压这个 靠压这个 可能是现在 就比较好的选择了 比如你拐 对 单拐出来 它可以考虑拌 你得吃 吃 它吃 提掉 接上 再拌 这样的话 比刚才 那个苏打几个 好差点 对 就白黑的 形状也穿病 这两个子 吃了也 挺不起 那如果说 黑棋跑出来的话 应该会形成 这个变化的可能性 是不是比较大呢 应该是比较大 就是说 它肯定是怕 白的靠压这个 怕人家靠压 如果白的 没有靠压这个 那黑的肯定是 要跑出来 没有理由 黑的也没什么 比如说黑的要长 把其接上 你再冲它断 对 然后再 只能这样施打 这个形状 你看黑的气很紧 太不舒服了 下的 当然也能跑出去 但是就是气很紧 打一下 然后再打掉 白棋提掉 反正力 力 这样就是说 感觉上 黑的有点 难看 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因为这有牵手 说不定 大概就飞住了 跳是牵手 可能还有一些别的牵手 他可能有点担心 人家靠压 什么 在这 假设你要小尖 小尖要怎么下 接上吗 接住 然后黑棋长出来 对 长出来 白的就算是冲出来 这个白的 还是舒服的 对呀 黑的形状有点裂 是的 如果你挡住 他可以断 这两个就死了 跑不掉了 骑金被吃通了 对 倒是再打 嗯 提掉了 提掉了 很多 打在这 打在这 其实也差一点点 只差一点 差的不多 是吧 对 就差一点点 嗯 再一打 再一打 这两个就被斟死了 骑金被吃掉了 那可不行 对 就这个次序 次序还是很重要 要单断一个 这不能单击 打在这 因为它跑出来 因为这个 起手低感 你要吃我 我是要跑的 对 但是可能还是 有所担心的地方 反正有靠有点好奇 靠在这 它是有所担心的 反正 实际上它就拐了一个 可以的 它没跑那个 嗯 然后白旗就把它抓掉了 嗯 这个抓掉 我还挺厚实的 觉得白旗 黑的算是说 先手出头了 那白的这个 提了一个 对以后这边 影响非常的大 嗯 这一代黑旗 它拐了之后 它能不能考虑 在这儿怎么 把它盖住呢 比如说走这儿怎么样 直接飞一个 会遭到白旗 怎么样出头吗 白的 比如白的飞 太尖内 哦 那好像也不太好 那白的要 白的是不是要 把它蒙住了 对 这好像气 不太够 哦 气不够啊 因为你外面 封不住人家 哦 那不行 看起来 嗯 就里面气也不够 嗯 那么 它实际上是点的这个 对 我觉得要想把白的封住呢 这起不必考虑挑这个 看起来离得很远 哦 原来是一个穿在这儿的 比如说你穿这个 嗯 那种这个 你长 嗯 要冲 搬一个 搬一个 再搬一个 这起不能断了 断也打得冲出来了 对 那你退 你这样可以剪 你这样不剪行 你先这个也可以 那这个黑旗形状不好 你虽然可以断了它 但是这种可能很不舒服 就比如说煎一个黑的先煎一下 可能 不舒服 反正黑的你要断脚就在爬 这样也是那个 煎在底下是个要点 看起来 嗯 那现在也不能靠压 靠压的话会 啊 遭到白气冲出来 冲 你不 挡也打了提 冲出来了 哦 提掉 这样双打 不行 这个 那就煎内部 冲出来了 就是说跳完以后 反而没什么好气 跳完只有飞这一样 嗯 这样的也算是 就是勉强封住 但以后人家还有靠出来的 还是不舒服 我觉得 就是说这比刚才强一点 嗯 就你打车 人家先断送了一点 哎 那我觉得跳这个是可以封住的 它这个比如白的跳 嗯 刺一下 刺一下它只能接了 这不能被冲过去 打下去了 嗯 就这样把这两个吃了 生活还很大 对啊 这机器吃得很舒服啊 在这边 你说你飞起来 感觉做活 嗯 这样的话 黑的应该说有生活 对 黑鞋这块鞋活得太大了 实在是 白的外面这个也没什么眼 嗯 那白的要不跳的话 你想尖 对啊 这个鞋型好像只有剑一种 黑鞋跳的话 它在这儿 先冲掉 它现在已经冲不动了 冲了断外面 人家几打先手 就打车 嗯 就尝一下 尝一下就行了 这个封的还是很严实的 在这儿 我觉得它跳一个是一个 就是说不错的一个封锁 嗯 看起来应该跳在那儿 比如你要在底下做活 它可以压住 嗯 要搬它再冲一下 嗯 就刮住就可以 就打一个接住 是的 不能打一下 打了以后就冲断了 就这样黑的还是很厚实的 这样 对啊 以后这底下挡住也是先手 它还得逼它做活去 在这儿 那么实际上它点一个 点在这儿 嗯 如果白的挡它就压过来 啊 可能想着这样比较严厉 是的 那白去冲 嗯 冲 现在是退的话 像这样也还可以 但白的会小尖 对啊 它会小尖一个 像虽然你把人家封住了 那这个人家形状非常好 就白的形状 白的就算再补一下 它这个黑的弯子 毛病挺多 就搬出来 这一带实在是不太严实 是说 白的尖和管一个差异特别大 是 爬到一下差多了 那黑的不能退 就只能冲下去了 嗯 就去搬 白旗现在也不能立 嗯 立它再退 黑的不能冲下去 是 现在就被人家搬 搬的时候 它已经没什么硬手了 只能弯一个 它搬不动啊 拐 白旗再冲 黑旗现在能挡住吗 黑旗能不能也得挡 它再吃一点 打吃 它上面先拍它一下 嗯 这样就那边不要了 嗯 转换了 嗯 要像这样 可能黑的也还能接受 哦 如果转换也还行 对 这个拍一下 吃大一点 嗯 吃大一点 能靠得住吧 这个白的 这个白的不对 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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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它立 对 立一个 它单立的话 立的话 嗯 它打一下 行 但它退也已经 已经满意了 已经挺好了 是吧 因为本来立的在这儿的 哦 那差多了 这一下 这打一下的时候 白的没有选择了 只能搬 那黑的 黑的搬 黑的搬一个 嗯 现在不能搬 只能转到上面 所以搬一个 然后黑旗接上 白旗也接上 下成这样了 嗯 这个总体的转换 黑旗现在跳出来 哦 算是下到这儿 但这一代呢 还没有完 但是龙老师 您觉得 在这一代总体来说 怎么样呢 总体上来说 应该是还是 挺混乱的吧 但是现在就有个问题 就白的 这个是先生 就决心 黑旗必须得补 要不然这儿有个挖断 就是黑的 或者虎在这儿 或者虎在这儿 白旗得补一个 虎在这儿 对基本伤害的 对 大一点 危险 就说白的 实际上是走这个 他藏着这中间有先生 他甚至这个都是先生 这个黑的也得补 这个也有个挖断 依然有挖断 所以也得补一个 不然你补哪儿吧 反正得补一个 我割一个吧 随便 对 他再下来 但是实际上呢 十月就不肯走这个交换 他比较狠 他直接拦下来 他直接拦下来 他想着反正最有先手 我觉得本来觉得 鼓励的棋挺强势 但是看十月的棋 好像更强势 十月的棋的特点就是 力量特别大 你看他笑起来不紧不慢的 好像也没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但是他就是说在积蓄力量 他那个计算很少出现失误 他计算特别强 就是说他拿冠军的时候 是赢的谁 是赢的袁胜珍 对 就是曹清玄负责讲解的 曹清玄就说 看他赢的这棋 也没看出他有很强的地方 但他不犯错 尤其在接触战的时候不犯错 加得特别精准 那是非常困难 因为接触战的时候 是很容易犯错的 而且你有一点 可能不是大的错误 有一点点误差 如果要被对方抓住的话 你可能就无法翻身了 像我现在接触战 就经常插半个眼 就吓一吓一吓 这个地方坐眼的时候 插出半个眼了 插半个眼 有点手务器 经常这个 就形状上掌握不好 是的 实际上黑的这个是反击了 它如果不出来的话 因为它这地方 虽然把白的破掉了一些 白的这提了一个 这还把它破了 它就觉得新刀效率 没有体现出来 对 所以它这个还仗着自己子多 想攻击一下白体 它这个会不会显得 当然我也是 因为事先看了齐普 可能是不是有点着急呢 这个 但它现在因为可能是觉得不走 这个就没有什么 其他不知道该怎么下 对 这期盘就有这地方可以沾到了 白的实际上是先傻了一下 黑的先在那焦化了一下 小尖先煎了一下 你要不走那虎了什么 冲到 是 对 气和眼都有点好处 对 以后底下小尖一个就是一个眼 很确切的一个眼味 白气跳在这 它这个意思就是 你要断我就压住 对 就让你吃两个子 是的 比如说你要不走的话 我接线的时候你还吃不着我 我搬一个打线还把你提了 因为这有挖断 对 然后你要走的话 我就不接在这 我刷上 那黑气还是要不断 这个断必须得补 没有办法 它暂时不刷也行 不断它就走走别的 飞一飞 对 那黑气这个吃两个子有点无聊 实在是 对 所以它不能断 它继续往外冲 白气搬住它 白气携 黑气长一个 长一个 就是你要虎在这的话 就是人家携搬过 只能显得有点小 而且这个挖断马上还有 对 这真是一个很讨厌的地方 你动不动就容易想到人家一挖就把你掉了 人家底下 而且这白气这里有三口气 你基本上跟它杀气已经杀不赢了 然后刷它长 它接 这其实 不算 对 以为黑气一般就能把人家底下这个子吃掉了 结果发现远远不是那么回事 这其实本来这个挖也挺厉害的 对 现在如果说挖的话会怎么样呢 能把黑气这块鸡吃掉吗 挖斩 切上 它先煎掉的话 能煎掉不见得吃得掉 挡住吧 因为不挡 可以的挤一下就过了 对啊 嗯 我说要走度的话 是不是挡住最好一点 转 长一个 然后是 接吧 嗯 再冲出来 转 打 长一个 这里面是杀气 杀气 如何呢 看起来双方气都挺多的 嗯 我的感觉这个气 应该是在这里 靠一个是吧 不会亏 冲一个 然后断点 再扳 哦 再扳这个 嗯 是这样啥的 我这个 然后这样吗 就是一种感觉了 对 打湿好像不是好气 我觉得 就是 断吧 到处点身 接上 嗯 这样 我觉得黑气看起来不太像气口的样子 对 黑气 就差一气 应该如果是粘上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是打结啊 小煎一个 小煎一个 反正要 黑的不能接 最好插一气 就插一气 先上插一气 它只能直接收气 等于说黑气 嗯 接下来收的话是 比如你接这个 对 接这个 绑一摆 好 给它摆得清楚一点 好 给它摆得清楚一点 我团这个 正好插一气 你收这儿 我正好把你吃了 对 那么这个 摆得为什么不挖它呢 摆得挖一个 要是其能够的话 它不是打结吗 到底有没有打结啊 嗯 它是不是觉得 有可能 有可能黑的会接在这 哦 它挖粘的时候 它接在外面 然后让白起断 这个下接在外面 把它断 断 然后它把这个冲断 这个别冲了 你当气了 比如说你在里面的时候把它吃了 但它这个气都紧稳 那么 这块空还很大 嗯 因为这个气啊 你虽然把黑的吃了 这本来就是你的空 对 刚开始就是你的空 对 但是呢 现在黑的把这边全席卷了 嗯 因为这样子肯定是黑气大声 这都不用那个 不用算空 是 不用数目啊 或者具体的计算了 这个 就是说 就是 可以说黑气给白的下了个套 嗯 就说你来吃我吧 嗯 那白的现在咋吃 嗯 就是 不动这边 它看得很清楚 它不要去 把你吃掉 不动这边呢 打吃嘛 第一杆总是想接的 对啊 嗯 把它搬 单搬一个 嗯 它搬这个的时候 黑气肯定没拐 这没有别的办法 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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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能打吃这个吗 打吃它搬这个 搬这个呢 不能断了 这背一滚 全死了 滚了这四个 嗯 就连着脚都 对 所以大家打这里 它切入 接上 那么这样白的这块 那么黑的线得补了 对啊 那么黑的这条边还在 但是外面 上面就白的 受了很大 而且黑的自己就怕 鼓起一会 这个大负担 是啊 已经死了很多了 这次的线 这样其实是 断然不能接受 嗯 那么如果斑的话 黑的可能会退 单退这种 嗯 但退这个的话 白起小尖 是吗 嗯 小尖 它在靠住 靠住 对 活了 活了一个 这样白的也活了 就活得很难 大家都活了 嗯 大家都活了 就外面 它能不能杀白的 肯定也 应该也杀不到 比如说 你要是小尖 它走这个不是先手 弯一 它得补啊 再走气不够 然后你要定义 它也弯 你飞 它能跳出来 就蜂蜂住它 嗯 是 如果蜂蜂住的话 这个空就损失太多了 对啊 黑起的空就成两只眼了 都 那么呢 如果都吃饱了 接住 还不如跳在这儿以后 嗯 就让人家起掉算了 就是一两木齐 对 这奖上跳也还有不少木 是 所以它没接 它就干脆不接了 黑石在这儿 一打吃 它可能 这个地方 这段的 虽然说也不怎么亏 但是也没什么 收获 对 然后它对不起 就习惯了 我只要想捡了一个 捡在这儿 它是想让白起街上吗 还是什么意思呀 嗯 它要是 寻找一下头绪吧 因为白的街上的 感觉是很小的 但是你还接着的话 它哪个便宜了 对 以后无关你打路啊 作战都有 都有收获 它可能一时半会 那边也没想好 应该怎么下 就赶紧先转到这儿 看看试一下白起的应手 但白起 它可能想 还是引诱你来挖 这个一类的 但是现在挖的话 这还多了个冲断 有冲断就不一样了 这个 就石月下的很简单 它要提 对 它看得很清楚 嗯 它就是 不受你的那个 不管说诱惑也好 扰乱也好 反正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对 我就觉得 我这棋局是不错了 我就慢慢下 就是它看起来 它就下得很不紧明漫的 黑的不断 对 然后它扳 这个扳本身 黑的是要断的 但现在黑的 先把这个冲打了 嗯 断掉 嗯 可以去团住 那么现在白的 又面临一个选择 一个是吃这块 这个也很大 也很大 巨大 那黑的吃那个角 嗯 黑的要 嗯 我吃哪 这儿吧 嗯 我应该就干净一点 比如把它再飞一个 这个也是 超级巨大的 对 就我觉得这样下白的 其实也是很好掌握的 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吃不着 这个 这块还 对 也未很好 嗯 那么实际上呢 它就做活了 它可能觉得 做活已经挺好的 对 它觉得局势不错了 嗯 那黑棋断了 这个被欺负得很惨啊 虽然说没有被吃掉 但是也是悲惨的 做活 我现在是 嗯 搬一个 是先搬的吗 先搬 对 先搬 要拖一个 它后来下的 这个白棋这个毡是后来下 白棋就在这儿飞了一个 它下的挺从容的 在这儿 飞了一个 对 飞这个 然后黑棋小尖 在这儿 嗯 白的意思就是 我都活了 这棋就很好 是 它这个想法 很淳朴 是的 就是说 因为万一它有的棋手 它优势以后啊 它想再多赢点 看起来没有这个必要 在那个 但它那个 它就觉得我 很稳地赢了就行了 对 我记得这个十月 一早 它开始成名的 最先听说它的时候呢 是由于当初 拿了晚报杯的冠军 那一年呢 它是当年入断的 然后那个时候 还有在清风俱乐部学期 你还是他的老师吧 我记得是 清风俱乐部学期 他还有什么孙力啊 对 好几个学 还有什么李赫 王翔云 现在李赫都很厉害 但是就是 当时我的总教练 还有几个棋手 平时负责给他们下棋 就什么刘金 邵伟刚 什么丁伟啊 都是水平 当时水平很高的人 是的 但我很想给他们下棋 我只负责讲 这很重要的 我动口不动手 那个 就是说 因为我讲得很清楚 他们比较喜欢听我讲 他当时 十月就体现出来的 就是计算力比较精准 是吗 当时十月 还不完全是计算力比较精准 就是说 他下棋 就是说 他不仅不慢的 比较讲究均衡 是吗 他那时候还很小 但他那时候 就是说 从他 不管是下棋也好 维维处事也好 他处处给人家退路 这个很难得 像他这个年纪 就是说 要让对方有路可走 我只要赢一点就行了 就是说 他那个 当时才 当我教他们的时候 他们有专业专业 好像还没有专业 对 他当时还没有入断 就是他们当时 那么小的年龄 他就有这个 培养这种感觉 就是让人感觉 就很不一般 对 确实 现在已经看到了 你证明了这一点 就是说 我给你点退路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 我是不会退的 那肯定 计算 计算准 精准的概率就很大 这样 是 他知道他能赢了 那么你稍微退点一下 无所谓 然后黑棋团在这打结 在这 他也不能直接点进去 那个结会做得很大 然后白棋挤了一下 暂点也拿着你 是 他挤了一下 接上 然后黑棋提起 白棋是接的 白棋在这 我可以想 黑棋打吃 打吃这个结开的 因为现在局势不太好 他想着白棋接他再提 但白棋现在打一个 简化局势 当然是本身不见得便宜 他看得很清楚 对 他知道他靠上去 然后黑棋当然把这个抓了 因为黑棋下 没什么结材 黑棋要硬的话 吃这几个 就把他提了 这几个字也是干木 是啊 那么 做别的也没什么 很明显的大结材 对 黑棋没有很好的结材 基本上就又提掉 然后白棋就搬一个 把它吃了在这 那这样的白棋就吃通了 这样的全 虽然这样是比较损 但是在那边 白棋明显是占便宜了 这个转换 就从木屋上 黑棋还是有收获 但是前面 就是说白棋下得比较均衡 因为前面他营幕是便宜了 他就把局面剪满 冲过来了 这必须要冲 要不然就把他那些活 是的 然后现在接住了 等着 以后党是先生 对 不党的话 黑的家里有个拐 就白棋挡了以后 自己还有个联络 对 白棋现在这边也已经活得很安全了 所以也不需要 在固执上面的联络问题 然后另一个白棋靠进去 在这 碰一个也是常见的下法 嗯 所以你搬 他搬下面 他搬下面现在能行吗 搬 然后打吃 白棋长 黑棋 他现在打这个不行吧 打这个是不是被 先打 先搬 那就不行了 断打 然后再断打这个 这样就打死了 因为有了这一下 对 就你也打完打 你跑 打 跑打 跑打 对 这个正所谓 这比较简单 黑的下面搬 不太好 是 他就使得没搬下面 搬 黑棋立下去 然后白棋靠住 在这 这白的这地方 下的其实处理得很简明了 对 他就要求抢一个先手 很简单 这个脚就让给你了 对 长一个 就是说他的目的性 计划性特别强 就看起来这个脚 要被黑的夺去了 白的这一先手 收费 也没看出什么收费 他就简单的把局面定型 是 然后他就抓主要矛盾 就这个地方 神仙弄手是会打 只要黑的走 黑的就算比较傻的 会拿门一个 这也是二十木齐就出来了 非常大 那这个地方 黑棋能不能 黑棋考虑先走这边 他能不能脱线呢 我很想脱线这一条 这能脱线吗 比如说我抢线 在那走一个怎么样 这不很大吗 赶紧抢一个吧 这能死吗 这不有个长吗 虽然是很损的一个长 对 这个是有脱线的心情 有你点 是啊 那它长了 对 要爬 嗯 长一点 然后黑棋管 这个基本上长 一般来说是不能这样下 这样下确实是很损的 但是如果说非要抢内一下的话 我不管了 那边拐 拐 就不让你这样 那么以后一个段 它很大的 因为你就 你在哪儿堵一个吧 嗯 这个是鲜盒 爬一个 我很痛苦的 这么团在那儿 就这个木呢 也很大 这个 这块没了 有点惨 这块没了 这不应该先手爬回来了 嗯 对 你接它再退一个吧 好 我先把它接掉 等到这样了 我再走 就这样的话呢 反正白队也是 把这儿破了 对 有脱线的心情 这很想抢那个 那个太大了 实际上它补了一个 是 是白的铁 搬木搬到关系不大 对 它为什么一天要搬了一下 它便宜它一下 是吧 它没有先跳到 你是吧 它没有跳到 它跳 我觉得黑棋可能现在 应该会脱线 走这儿了 走这儿 黑的脱 这个棋好像觉得 被人家打在这儿之后 这块棋很难处理 你不知道应该接下来怎么办了 对 应该要怎么走呢 这两块棋分开以后 这个子位置也特别好 这个子以后点进来 飞进来 这两个子也很难受 对 是这样的 在这儿 其实下一个像这样 所以说黑的局面已经很困难了 对 当初的这一二三 这五个子 全变成白棋的了 都是复打一下 还是都快 是 刚才我们一开始看的 它自己布了一个阵势 然后白棋也没有怎么自己先打进去 它就是顺势 就弓着弓着自己就下去了 都变成白棋的模型 黑棋反击了一下 反击了之后 发现这个效果越来越差 还不如当初不反击的时候 黑的就点个脚 点个脚看起来很舒服 但它做的是眼 你还在围的是裤 对 你还在不少的裤子 活了十几目出来 这感觉太不舒服了 现在黑的脱一 这局面挺难的 脱一局 比如你扳它断 对 然后它拐打一下就 对 这个整形 很舒服 那它再 正拐都有可能 它就 这样就住过了 这很愉快了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白的肯定不会扳 只要扳里面它也顶 因为你要不打吃的话 你只能接回去 或者顶在这 顶在这它跳一个 顶在一个双板凳上 所以白的都不能这么小 白的肯定 顶级是正常的想法 它要反击什么 黑旗扳起来 在这 白旗很灵活 这个扳里面就是说局面福利 寻找头绪意愿 在这扳 它虽然把人家切断了 但问题白旗底下是连着的 就是说黑旗还要花一手气 才能把它断开 在这 而且人家头也在外面 白旗转到这边来了 挑刺 白旗飞 那么白旗这一步骑 这又为了一些空 像你把它这破了 对 但这本来也 就是说这地方有飞进来出个大 所以飞起得赶紧补 在这 不补又不行 白旗下得很舒服 它就这样一个一个往前贴 在这 对 这种冲啊跳啊 牵手都不走 就 贴一个让你难受 吓得你浑身不舒服 这个就说 思维简单 而且这样下棋呢 特别省体力 这样下棋 不是想那些特别复杂的变化 是吧 黑旗他冲了一个在这 然后白旗靠 自己扳 他又在这又形成了一个转换 那黑旗确实这块旗现在已经很难处理了 然后他挖一个 白旗就把这个吃 把池接上之后把它断掉了 你吃三个 我吃了五个 接上 对 这个挡掉 那么这个转换呢 毫无疑问是白的吃的 是 这三个以后还有一个都跑 对 那么黑的这下还没打迟到 是啊 这样能打迟到的话 这拐先生 形状还比较完整 就像这白的搬出来了 还没走着他 断一个 然后白旗打吃 接上 团 白旗团打 我先团的那边 他先团的这个是吗 就说这个次序 我看欺负 我觉得很奇怪 是啊 白的走这个黑旗怎么能接在那边 他为什么他还接受 他怎么样先团的 那可能是这样的 先团比较正常 先打吃我接受 这个次序比较正常 那他为什么要打吃这一下 把自己撞起呢 他可以不打吃了 那是可以不打吃 但是这两个字他也不可能气的 是这样 所以他就把这也打吃掉了 打吃完了他可能是当时准备挤一个 对啊 我奇怪他问你 他这样打吃了 可能是想走 我还着急 挤的话白旗必须得硬 但是这个是损目的 这个拼命是确实 但他打吃完了又不想解 他想先 是不是你姐姐先搬一下 别的东西异了 我再去 白的摔了 我再打一下 但是这两个是不能两拳的 只能下到其中一个 就是说 所以他走完以后 他又没接着走这些 他跳了一个 在这 要不然这个弯出来 因为紧了这一切 这弯出来就厉害了 所以白旗挡了一下 在这 然后就断了 就是他 气太紧 这两边都不打 直接断这一拳 是的 可以去长了一个 在这 再压在上面 白旗跳 就你要先压在长级 就去上面了 但你先跑了 再压上的时候先说 但是这个 损很多 对 他为了保证这一下先手 他就先损一下 没有办法 然后白旗长了一下 这都是 就是下一局是已经很差 他就是 踢起后脚跟 那个大树都是活的 而且这个长了两个之后 人在这 随便把你两个子吃了 就已经活了 他已经很容易下来 这个局面 靠一个 黑旗靠 白旗长 然后黑旗把这个长 长了一下 在这 长这个 把阶上拐下去了 把这个先拖一下 黑旗扳一个 这一个是 担接接住 它是不是会 毁过了吧 它现在还没活 你等下回来 它就跳 黑旗跳一个是吧 跳一个它就把它断死了吧 在这 就是 气不够 比如你搬它接 再搬 再搬我就接 很多东西 我会打进来 打进来就可能 打进来就 这样就变成打结了 很不幸的 成了一个打结 这样的话 你可以搬这个打结 现在当时 它问题是 你可以进沙 它都不拉 走在这 它团在上面 黑旗扳 这形状是走在这 扎这的话 就没什么变化 就是静死 是的 所以这个不行 是说 黑的要跟你拼 对 那它拖一个 防止你刚才 那个跳的先生 他先是忍了一下 搬在里面 然后白旗顶的时候 他就不肯粘了 他打了 它是退的 它要是退的话 这个是先生 可以走这样 那白旗是不是 也就忍让算了 还是什么意思 还是他想 他要爬一个 因为再搬一下 因为这个是先生 他是不是就加入算了 对 他就让它吃掉算了 然后把这个点住 这个挺满意的 白旗 这个损失在这 多少弥补了一些 而且这个弥补的很多 是的 他拖的时候 黑旗搬住了 在这 然后顶打上去 这有点像 他拖的时候 就搬 搬吃掉了 他没冲一下 他先回到这 我看这 是这样的 白旗粘了 这个 然后黑旗 又把这个粘回去了 白旗搬了一下 我也不明白 他是怎么跑掉的 然后他 白旗粘回到这的时候 黑旗这个时候 就奇怪 他为什么不能 先把这个挤掉 他这个是先手吗 应该是先手吧 这个是绝对先手 是啊 吃一个的话 他再回到中间 是不是这样会好一点 还能有机会挣扎一下 至少 因为如果你再这样吃过来 虽然黑旗底下气紧 但是白旗上面气也很紧 所以你可能不能随便打这一下 他实战的下法就比较奇怪 实战他就直接翻吃了 然后他也没挤这一下 他就虎在这 可能也是无心恋战了 然后拐打 白旗一打吃 他提掉 白旗就粘回去了 这不看得很清楚吗 人家都脸上 白旗在中间做活了 他就打一下 虎一下 虎一个做活 这还有个断点 是吗 他也不太行 确实是 这旗黑旗已经很难下了 然后人家粘回去 还是先手 你底下一场要死 他还得在这挡 一场摔一跳 对 已经死了 在底下 白旗把这个弯回去 在这 然后在那边 黑旗还没空 他还在那挣扎两下 白旗看得很清楚 白旗也不去跟他 他都没走 他先搬的 对 他先搬的 白旗看得很清楚 他也不跟你讲活 他就夹着算了 在这 再虎一个 他是想的虎 比接不好一点 打吃 接上 他就把这个冲了 然后一虎就行了 等于下 下阶就黑旗就认输了 对 还进行了几步 反正已经无关大局了 最后这盘旗呢 就是直白的十月 中盘战胜了鼓励 这盘旗我觉得 应该说十月发挥的还不错吧 就说鼓励看起来 这个扎丁才有点想法 但是从结果看好 他也不太成功 确实 下得不是太好 因为这个地方呢 他拐出来的时候 让人家提掉呢 就觉得白旗太厚了 但是刚才罗老师说 藏出来的时候 又担心白旗有个靠 所以看来这个作战不太成功 还有他这个点次 虽然是 好像是点在人家要害上 但从结果来看 白旗很成功 黑旗不太 下得不太好 对 所以黑的可以说 早早的就进入了烈士 好 那今天这盘旗 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谢谢 感谢罗喜和九段 和邱丹云二段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上的是赵首寻武段 他将为我们继续带来 2013年中信银行杯 中国电视围棋 快起赛的精彩回顾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将继续给大家讲解 2013年中信银行杯 中国电视围棋快起赛的 精彩对局片段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盘旗 还是屠龙 非常的过瘾 上一期的节目中 给大家聊了一些 局部屠龙的一些精彩的手段 可以说是下出了很多妙手 今天这盘旗 我想一定大家会更为过瘾 因为这盘旗是从中盘阶段 可以说是从还很模糊的情况下 开始了一个千里大追杀 这是罗喜和九段 纸黑的罗喜和九段 开始一个非常精彩的屠龙表演 是从头杀到尾 最后结果当然也是赢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屠巨龙成功 那么他的对手毛瑞龙是非常的可惜 也是很可怜 毛瑞龙也是相当厉害的 今年也是刚夺了一个全国冠军的棋手 但是在罗喜和我们快刀 罗老师的面前显得还是稍微稚嫩了一点 被罗老师最终屠龙了 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棋局 欣赏一下他们屠龙的精彩表演 好 大家看到这个局面 我们先来简单的分析一下这个局面 现在前半盘白棋是猛捞了一些实地 前半盘其实黑棋下得非常漂亮 我们如果要是有机会能看到棋谱的话 大家就会知道 罗喜和下得是非常的精彩 那么在前面取得了极大的优势 现在白棋是进行了一个拼搏 白棋在黑棋左下角 强行的掏入 不顾自己下边的死活 大龙死活 然后强行的去掏黑棋的空 当然这种下法也是非常的冒险 其实它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因为如果不掏的话 这失控肯定是不够的 但是相反 它这一掏之后 黑棋的空现在就很成问题了 黑棋现在逻辑核实地堪忧了 因为我们看其实黑棋虽然一路下来非常漂亮 下得非常漂亮 很精彩 功能很舒服 但是实际上它的空也并不多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它再不亮起屠刀的话 它现在形势也很危险 所以说这就是在这么一个局面下 发生了一个屠龙的故事 好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时候 当然黑棋的目标已经锁定 就是白棋下边的大龙 那么该怎么下呢 现在是点这个 从这个点开始 黑棋发力了 白棋虎 我们可能骑有更多的 就是喜欢看这种精彩的屠龙杀棋的变化 但是通过这盘棋 它最终结果虽然说是把大龙屠杀了 是非常的精彩 过程也是非常精彩 很多变化 但是通过这个过程 大家就能感受到 其实你想杀一块棋 是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是在空间很大的时候 屠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屠龙需要做到的点需要很多 不像做活 比如说做活 相对来说就非常简单了 你做活只是要找到一条路 我怎么样能把这个眼做出来 我只要满足这一点就行了 我找到一条路我就活了 屠龙实际上就是恰恰相反 屠龙要堵住对方所有的路 比如说对方已经有一只眼了 他再做一只眼就活了 你要把他所有的作眼的可能性 全部封锁 你最后才能够屠龙成功 所以说杀棋真的是很不容易 好 我们接下来看 黑棋断 白棋断 这一段开始 首先黑棋的麻烦就出来了 这是黑棋现在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黑棋打吃 白棋戒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很明显 看底下做两个眼是不可能的 白棋在底下就是直接做活 那不太现实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如果把这个子尝出来的话 换句话说 你如果把这个一尝出来 那白棋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 这底下做不活 那你就能不能跑的问题 黑棋很想把这个子尝出来 但是很可惜 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你如果尝的话 他一打吃 其实这个变化也不难 黑棋只有接 白棋再打 白棋长 这个时候白棋再一贴 这个黑棋就死了 这三个棋筋就已经死了 这个我想不需要我再继续摆下去了 大家稍微仔细看一看就明白了 这个是已经无路可逃了 白棋这两个子发挥了作用 所以说黑棋这个时候很想退这个 但是不能退 退的话 被白棋这一吃就跑了 这个时候黑棋冷静 退这个 我们刚才说 从白棋虎段开始 黑棋将面临不断的考验 不断的面临挑战 黑棋该如何去完成这一次一次的试卷 去最后能够杀掉白棋大龙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接下来黑棋退 白棋实在是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的时候又是一个陷阱 什么陷阱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非常的妙 按说打吃 这个不是黑棋只有一种选择吗 大家可能想都不想就会接上了 但如果接上的话 这棋白棋就已经活了 就非常简单 白棋就已经活了 它怎么做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白棋这两下是绝对的先手 白棋扳 黑棋长 黑棋挡 白棋长 黑棋站上 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利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白棋就有这么半只眼 轮白棋下白棋就是一只眼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成这样 我们接下来往下摆 如果看成这样 你接上的话 白棋可以挡在这 换句话说 白棋如果底下是一只先手眼 那么白棋就活了 把你之后肩 这里面变化非常妙 这时候白棋有一张妙手 这个白棋如果挡的话就不行了 挡的话 这个黑棋可以做这个 搬一个 搬完了之后 把白棋这只眼灭了 这白棋就死了 由于接下来变化还很复杂 所以说我们尽量只能 不能摆得太细 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 这个地方局部是做不活的 我就把结果给大家摆一下 但这个时候白棋有一部妙手 这妙手就是挤这个 这个绝妙 你黑棋只有打车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再立这个 这个是先手 这个你就打这个 打这个也是一样的 白棋立这个就变成了先手 总之他通过这个挤 达到了一个目的 让这个立变成了 打吃变成了先手 那黑棋只有提 这个时候白棋再来挡 这样黑棋就无法杀白棋了 你如果破上面的眼 白棋这一狗 下面就活了 如果破下面的眼 白棋这个上面可以做出一只眼来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巧妙 黑棋如果接这个话 白棋这个多了一个挤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挤 但是就在杀龙的最关键的时刻 你屠龙关键时刻 你不能错过这么 很看似不起眼的一个细节 就是这个细节将决定成败 你如果接这个话 他挤先手一挡就活了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接着看 黑棋是怎么杀的 这个 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罗老师是非常的狠 这个时候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一定要屠龙 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去走了一个挤 这个可以说是打僵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打僵 就读秒的时候走一个先手 看这个先手 白棋点 黑棋接 白棋顶 黑棋护住 这也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白棋这个地方欠一个断点 当然你这条大龙是可以做活了 但是你这条大龙死了也不行 这白棋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说只有走这个 把这个自己先连上 连上之后 黑棋实战是 对 他就是接这个 大家看这个非常的狠 接这个的话 白棋一挡就活了 那么他是接这个 刚才还有一点 就是说挡的时候 黑棋 你也不能先搬 你先搬一下的话 白棋这已经是一只眼了 所以说你在尖的时候 他直接就可以坐上面坐活了 也是不行的 我们具体变化就不给大家多摆了 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手术要摆 所以说黑棋要想杀白棋 不能接这个 我们刚才说过了 要接这个 接下来白棋提 大家看从这个点开始 黑棋已经度过了几关了 我们看算着 胡断首先是第一关 智力测验 第一关 罗景和老师他顺利通过了 接下来第二关 他吃的时候 接这个 接在底下 不能接在上面 他又过关了 接下来冲 这看上去 黑棋非常凶险 把白棋放出来杀 外面也非常的薄 冲 再冲 白棋顶 但实际上这个变化 对他们来说倒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变化其实应该说 算是很简单了 因为都是一条直线 这个直线的计算 对于这种职业顶尖高手来说 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手术再多也没有关系 就像征子一样的 你征子手术征再多 全盘的征子 我们算起来会非常的快 白棋接 但是给大家视觉上的冲击是很震撼 黑棋再冲 这样白棋 一看这边冲了一大堆 没什么前途 都撞墙上了 所以说接下来白棋还得回过头来继续考验黑棋 那么白棋的下一招是 在这贴了一个 这贴没关系的 贴黑棋就退 因为你贴多少不影响黑棋去破眼 这个地方黑棋看得很清楚 当然白棋可能也是打僵 同时也把气一下下场 接下来白棋肩在这 这又是给黑棋出了一道考题 这考题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题目也不简单 你如果跳这个的话 这就不行了 跳这个它一冲 走 白棋一键 一键 白棋团住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还是这个问题 这个上面是半只眼 白棋这个地方是先手把黑棋冲断 这个地方冲了打吃是先手 这个地方 你如果灭我的眼 我下一招一挤 这个打吃先手 再一弯 大家看这就出事了 我就不往上摆了 这个地方就出事了 那么你只有去点他眼 他这先手吃 上面就把你冲断了 所以说这样黑棋就反而被白棋吃掉了 接下来黑棋怎么办呢 点在这 这个是正确的下法 也是唯一的杀棋的办法 看上去黑棋这么厚的一个铜枪铁壁 白棋当时看上去一只眼都没有 但是你会发现你真的要去杀他的时候 你就会看出来是非常辛苦的 这很累 这个时候黑棋把这个团住 看得很清楚 这样白棋接 黑棋就挡住 白棋还是尽可能的做大眼去立 那么黑棋 黑棋这个地方立这个 其实这个死活体本身也不是特别简单 本身有一定难度 但是我们就把它简化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算得很清楚了 团的时候 这个时候次序要先挤这个 也是非常巧妙 这个时候不能走错 如果先扳再挤就挤不着了 先扳再挤就后手 这个时候白棋就可以把上面做了 它就活了 所以一定要先挤 你先扳完了之后不挤也不行 你先扳不挤 人家一团在这儿就双活了 所以说这个棋四取先挤 绝对先手 白棋要接 黑棋再扳 这个时候白棋 它是走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就往下看 走这个 黑棋去破眼 白棋走 黑棋破眼 这个都是 其实他们看的算的都是非常清楚了 白棋提掉 黑棋扑 白棋 这个地方 冲 这都已经没关系了 接下来的变化 其实就已经变得比较简单了 因为黑棋已经把最关键的几道题 已经答对了 那接下来就是黑棋现在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把自己都做活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变了 就是白棋局部来说已经死了 死得干干净净 那么这个是先手 但是没关系 黑棋就一接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黑棋这个局部来说 它是活棋 因为这个局部白棋要杀棋的时候 无论你是怎么去点它 去铺它点也好 那黑棋这个尖是绝对的先手 黑这个小尖是绝对先手 这个力是绝对的先手 小尖还不是关键 最重要的是力这个是绝对的先手 你不走就度过了 所以说这个局部来说 白棋无论怎么折腾 这个大家看 团一下 铺一下 一二三四 这是一个直四 局部来说是活棋 你拖在这也没用 你拖它就打在这 我就不往上摆了 拖它就打在这 接下来里面还是 要么就做活 要么就度过 所以这个棋 局部来说黑棋是活棋 我们再来看看最后 唯一有可能成为悬念 就是这边 这边白棋只有提掉 只有度过 黑棋提掉 白棋打尸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非常的简单 黑棋就一打尸 这就行了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一提 黑棋把这个一接 这个局部也是没有棋的 最后白棋立一个 企图跟黑棋一块对杀 黑棋一接 这时候白棋发现 这地方首先欠了个结 然后局部来说 也无法度过 这两个子无法度过 黑棋是一个超级大眼 所以说白棋也是没法杀黑棋 局部好像也是一个活棋 局部黑棋本身就是活棋 你要杀它 你只能这样搬连搬 这个结就是一个连环结了 所以说局部来说 黑棋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历经种种困难之后 罗细盒终于是在 下了我看看 一共是下了有69手 从我们点开始 从点在这开始 去杀白棋 我看看是点在哪的 这个位置 大概就是点在这开始 杀白棋 一共是69手的变化 最终终于是把白棋这条巨龙 蔓延到左下角的一条巨龙 屠杀掉了 下得非常的精彩 好的 那么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感谢赵守寻武段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凭轮道 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齐情天下 其乐无求 各位旗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